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用抽象类同一个界面 呃 呃 方便啊 方便呃 程序的扩展 呃 还有其他成员远的工资也能计算 比如说价格税的工资也能计算啊 就这个意思 那这个案例呃 给大家呃 我到六分钟时间把它敲出来 我们给大家兑现代码好吧 嗯 必须要动作啊 ok 呃 我们刚刚才呃 给他们球员留了一点时间啊 大部分球员都做完了 下面呢 我带大家把这个案例给大家求一下 像这样的面试题啊 你像这样的面试题啊 咱们出一只啊 一定要红色把它拿下 对吧 这个地方是比较基础的 呃 面试题的 呃 还是有计算题 那我们看一下 呃 我们先抽象一个 我们这么做啊 先抽象一个公共界面类 呃 成员 然后呢 其他初级的 中级的 高级的 从这个成员里面继承 然后呢 我们要打印出来 我们麻烦一点 打印出初级成员 中级成员 还高级成员的工资 那我们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 卡斯一个类 那这个类呢 我们是普通成员吧 普通成员 这个类出来了 我们做一个抽象类 它呢 呃 我的吧 我们打印吗 盖什么 盖是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出来了 当然了 呃 你得要虚寒说的虚寒说的虚寒出血 对不对啊 对有虚寒的关键字啊 这样呢 我们这个抽象那个计算借口的 就是计算工资的这么一个抽象类啊 又出来了 要去变一把 那没有问题 在这个技术之上呢 我们做那个计程 是吧 做计程的时候 我们先来一个抽计成员 它是抽计成员吧 这个抽计成员 呃 从抽象类计成 然后呢 他要实现这个抽象类的接口 是吧 那我们把这抽象类接口给拿过来 哇 呦 那这个地方 我们粘过来啊 啊 我们把函数说明啊 改成函数实现啊 这样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啊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写个过的函数啊 我们把一些信息给搞过来 比如说 我可以输出这个抽计成员的名字 哇 是吧 他的功能 知道吧 然后呢 他的薪资啊 这样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定义这三个变量 这意思吧 嗯 然后呢 我们 记得定义吧 诶 有了 下面呢 我们再认识一把 是吧 然后呢 认识点 赵宝 等于赵宝 是吧 认识点 税 是吧 等一个税 那这个这样 我们又使用了一个钱拷贝 没没意思吧 当然 你也可以使用一个新拷贝 没了个内神 把它收集考过去 然后再写个西构谈说 把它给西构掉 这样是吧 那我们先 因为我们支持输出嘛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就这样运行一把啊 Auth Cuth 然后呢 我们应该是这样 应该我们写写内部吧 名字是谁啊 那直接就哪名字吧 内幕 然后呢 我们再输出什么呢 让他的工种 对不对啊 空格 然后呢 来一个 赵宝 是吧 工农 工农完以后呢 我们一个save吧 然后呢 来个空格 冒号空格 然后呢 再来一个 save 然后呢 我们再回车上行 回车 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信息给搞出来了吧 ok 那这个初纪员的成型这个类呀就有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中级的是吧 这个中级呢 我们是用他吧 当然呢 如果是中级的话 这鞋上吧 中啊 中级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改是吧 正常改 那这个上就不用改了吧 嗯 要不去便宜吧 也没问题 那下面我们再来一个高级的吧 高级的是rv program吧 rv program 是这个这个这个形式 是吧 啊 然后呢 我们同样道理 我们可以把中级这个代码进行复用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是这样的 那一会儿啊 你会发现有面对象编程啊 有这个样子设计类码 那这个地方就变对不对啊 然后呢 我们再f7编一把 这样 我们把各个名词给做完了 就是类给做完了 下面能不能开启大家发现吧 我要记一算每个人的工资 sale 啊 是吧 我们计算成员的 普罗 啊 这 这 这也差不多了啊 那我们用忘了吧 这个地方 我们扔了一个子的对象吧 子的对象啊 扔了一个对象 对象呢 我们就用了公共的这边类 是吧 用他啊 是吧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动态有动态发生啊 然后呢 我们执行这个sale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这个 计算这个写好了 那计算还说 他就相当一个简单的框架吧 你如果把这句话写到另外一个点点cpu里面 或者写在另外一个动态户里面 它就成框架了 这框架一般情况下不经常发生变化 是吧 那像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要定义各个类啊 定一个中级的 啊 中级的那个mp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应该先填内幕吧 小张 小张 小张吧 小张 小赵 然后这个是 中级 然后呢 我们 中级成员 我们现在评计学生 这个哈 评计性子啊 那iOS的后期呢 大部分都是开箱了啊 我们就这样试一下啊 试一下以后呢 我们再来个初级的 他吧 用初级的来一个GP啊 这一片的就没有参加培训的是吧 然后呢 想玩 然后呢 找到工作就不错了 是吧 然后呢 是吧 然后呢 再来 这个来来个高级的吧 ap啊 小李 然后你 高级 高级吧 高级 然后呢 啊 嗯 然后呢 我们再看哪辆车 对几个 没什么 啊 没破坑 然后这边吧 那这样的话就出来了吧 出来 然后呢 我们一 调用 然后呢 戳击 6 是 是吧 这一批 然后呢 调用道理 我们都把它叫一遍 然后来一个中级 对吧 来一个高级 是吧 嗯 来个七遍一遍吧 那这样的话 他都能计算每个成员员的工资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看 那他还有要求呢 他什么要求呢 你看他说 要求 要求能 方便成绩扩展 新增一个加工师 他也能干 那我们新增一个加工师试试 这样吧 那这个的话 我们应该是这样吧 这代码是可以服用的啊 然后呢 放在这里 拿这个加工师 扯 然后呢 呃 这是加工师吧 然后呢 这个想法就不用变 啊 我们 然后用他定义一个program吧 啊 这是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后来自建代码了 系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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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 是吧 系统扩展以后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 a 是吧 因为a 以后呢 高水平的是吧 高水平 学员 你 学员 那这个在这种传情之下 然后呢 他的高级吧 加工师了啊 加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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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也得15开吧 至少吧 一定15开了 啊 咱学员上面 有二 现在有20多开的啊 24开的有 那肯定啊 然后呢 可以吧 啊 你牛逼的方向不一样啊 啊 FG便宜吧 那这样没有问题吧 你看我们系统扩展吧 来 这个没打印出来 是因为没交用对不对 嗯 啊 啊 那我们调用一把 介面 以后你这么干活啊 这个系统很扩展 你看这个东西写好以后 这个业务流程写好以后 不动画 不发生变化 然后呢 只需要改革车程序就成了 这个应用介绍 还不需要重新测试 像这种代码就比较好 这就是多态给我们提供的威力嘛 对不对 高一高 哎 你看 挺好 是吧 那这样的高速门 变成了 啊 希望以后才行啊 啊 OK啊 找到这里